欢迎观看《帅客》评读历史 我是帅客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萧克曾是大将候选人 为何失之交臂 难道是因为与张国焘互有好感吗 1955年全军大寿贤 是我军建设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寿贤是对那些开国将帅的资历功劳 现实表现的一个综合评定 可以说每一个将帅评队 每一个都有一本故事 那么这么多年下来 故事性依然还很强的是 开国第一上将萧克的军衔评定问题 不少人军民们总觉得 他的军衔受低了 因为你想与他同时期的军团长 包括抗日战争时候的副市长 基本上都是平为元帅的 那么我们从现实公开的 版案资料上看 萧克他还确实是大将候选人 他是排了第13名 那么我们不禁就问了 他为什么最后又没当上呢 怎么又失职交臂了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 萧克有什么样的资历经历 资历经历是平令居贤的一个重要因素 萧克的资历和经历在上将当中 可以说是绝对名列前茅的 甚至于大将相比丝毫也不逊色 萧克的军力起点是很高的 1926年他就参加国民革命军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他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4师的连长 这个时候的素预是个班长 参加了著名的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 那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萧克我们看他的职务经历 先后任连长营长 纵队参谋长师长军长 后任红六军团 军团长红二方面军 副总指挥 看案战争呢 萧克他是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 进察纪挺进军司令员 进察纪军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 他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 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 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 所以总体来说 萧克的这个经历资历是非常过瘾的 特别是他的红六军团长 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和120师副师长 这三个职务经历绝对是响当当的 任何一个职务都可以支撑大将以上的军衔 那么再让我们看一看 萧克他有什么样的战功表现 萧克在井冈山斗争时期 他就已经显露出优秀的军事采干 他打仗比较爱动脑子 可以说是智勇双前 深得毛泽东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赏识 所以他进步是很快的 红四军进入干南闽西后 年轻的萧克就担任了红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后来你看大家知道了 开国将军刘亚楼杨成武 这些上将当时都是他的部下 闽西的群众都亲切地称呼萧克为闽西萧司令 1932年萧克就被任命为红八军军长 成立红六军团的时候 马上就担任军团长 在五次反卫角失败后 萧克他又率领红六军团 拉开了万里长征的序幕 他是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 首先开始戏争 寻求和贺龙部会师 这一期间萧克率领红六军团 经过湖南广西贵州在跌进四十个正规团的围堆堵截中 可以说是恶战连连 穿越迪近2500亿公里 最终是于1934年10月与贺龙所率 红二军团会时 那么而后萧克又与贺龙共同创建了 相恶传前革命根据地 并参与领导根据地的历次反围角作战 为红军的壮大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然了 我们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优秀表现相比 萧克在抗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表现 帅克觉得应该用中规中矩这个词来形容 值得一提的是 解放战争末期的时候 萧克还与林彪打班子 给林彪当第四业战军的参谋长 打了著名的恒保战役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萧克到底有什么样的政治表现 说起萧克的政治表现 人们很容易联想起 他在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 实际上大家知道 原本上主席对萧克是高度信任的 破格提拔 唯以重任 但萧克在处理与张国焘的关系上 在把握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 可以说显然是 毛泽东主席并不满意 包括我们从萧克他本人的回忆录来看 萧克对红四方面军 他自己说很有好感 甚至他对张国焘本人也没有什么微词 而萧克自己就说 张国焘本人在回忆录中对萧克也表示赞赏 所以与贺龙王正这些人都支持毛泽东不同 在张国焘另立中央后 萧克还在张国焘手下当了军长 所以萧克他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 他说过这样的话 就说什么呢 我们二六军团长征快到四川甘子时 那是张国焘 他派了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 这位代表来到之后 就分别跟我们二六军团的领导谈话 他的意思就跟我们说 毛泽东招来张文天 他们率一方面军 北上是如何的错误 他们四方面军南下是如何正确 等等 萧克本人他就说 我当时不了解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 那时候我们军团就那么一部电台 还经常坏 再加上战斗紧张 很少和他们联系 所以对张国焘派这个代表所说的话 我没有表态 也就是说 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 那么我们透过萧克本人的这段回忆 就可以这样得出结论 你没有表态 你没有批评 那么人们很容易就理解利益 就是一种默认 就是一种支持 总的看 萧克在精力资历军功表现 都可全刻点的情况下 没有受伤大将军衔 主要应该是与他红军时期 对待张国焘的问题有关 因为大家知道 我军是讲政治的军队 与张国焘的那段关系和精力 无疑成了制约 萧克受大将以上军衔的一个硬伤 回过头来看 如果大将凭15个人的话 因为他当时是后军论第13名 萧克肯定会在其中 只是最终名额减为10名 加上他在政治表现上 又硬伤 最终与大将军衔 实质交臂 应该说也在情理之中 好在萧克他对于平贤这个事 是非常坦然的 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很多战友为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战争中都牺牲了 我草该打死了 平补平贤 平什么贤都行 开国第一上见的这种乐观豁达 伴随他度过了百年的功亏人生 他也成了我军为数极少的 百岁开国上见 感谢观看